国际APP 以及尼日安格拉和肯亚 访问四国期间 李克强除了会对于一座皮亚首都的非盟总部 进行正式的访问之外 还将出席第24届的世界经济论坛的非洲峰会权会 外界分析 这是中国大陆与非洲各国谋求化时代务实合作的升级版 就许李克强的非洲型 能为中非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升级 早早就在非洲布局的中国大陆 在非洲是不是已经没有外交对手了呢 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政大外交系的教授严正生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先来看看中非关系的紧密程度 根据报道 中非关系自从2009年开始 中国大陆已经是连续五年成为了非洲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国 非洲则成为了中国大陆重要的进口来源地 第二大的海外承包工程市场 以及新兴的投资目的地 那光是去年呢 中非的贸易总额就高达了2100亿美金 中国在非洲的企业也突破了2500家 为当地创造了有10万多个就业机会 中非合作对于非洲发展的贡献率 是已经超过了20% 这样的关系是否已经说明了中国大陆在非洲的布局的成果呢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在非洲这么20多年来的经营 那已经是超越了传统的殖民母国 英法两国然后也超越美国 现在是非洲最大的伙伴 而且这个迹象看起来 这个走势也不会再被扭转 因为中国大陆持续跟非洲有强烈的投资经贸 还有援助的关系 那这些我想都会持续 所以比较有意思的 刚主持人一看到我报道 这个李克强总理去非洲访问 那他其实去之前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的国务卿凯瑞 也才到过非洲 对 他现在也在非洲 然后可是他到了一样 有两个国家重复 是 就是伊索比亚跟安哥拉 那另外呢 当然没有重复的部分 就是凯瑞到了南苏丹 还有到了这个当国民主共和国 是 那可是我们如果看这两 凯瑞的那个去非洲 大家讨论的都是 他要怎么去处理这个 化解当地的这种族群冲突的危机 种族灭绝 或者当地这种不民主的情形 甚至是 就是像在这个当国民主共和国 他希望那个总统卡比拉 因为为了国内的和谐 他不要再选第三任 所以谈的都是民主人权 或者族群冲突 要处理的都是政治社会的问题 但是李克强总理去 谈的全部都是合作发展经济方面的 当然还有甚至于是包括 共同来对抗这个消灭贫穷等等 所以两个人的 或者说美国跟中国的监打 他们的议程 几乎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让大家会认为说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 在非洲所要处理的是 高度难的这些民主的问题 那大陆去那边呢 都是在处理这个经济发展 所以比较讨好 当然这个是大陆在非洲发展 大概是很难超越的一个原因吧 不老师我们看的的确确是如此 因为这个外界认为 李克强这次的非洲行 具体的经贸合作是一项重头戏 的确也像老师刚刚分析的 李克强在非洲这个访问的第二天 就寄出了银弹策略 他宣布将会向非洲国家增加 约3000亿的台币的贷款 使得这个中国对非的 这个贷款总金额 将会达到9000亿台币 外界更会分析 李克强此行会创造出 所谓的升级版的重费关系 老师您认为 从过去到现在 您刚刚说 中国大陆其实在 这个非洲已经布局很久了 所谓的升级版的内涵 您觉得是什么 我们这样子看 就是非洲 中国大陆 从1990年开始 每年都有他们的外交部长 在新的年度的第一个月 就一月份左右 他出国访问的第一个行程 就是非洲 已经连续二十几年了 然后他们的国家领导人 包括国家主席 包括人大委员长 包括政协主席 包括总理 就不断的去非洲访问 我们光看这次习近平去年才去过 习近平去年去过之后 当然欧巴马也去了 今年是凯瑞到了非洲 李克强来 其实李克强可能明年 还要来非洲参加 所谓的中非合作论坛 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已经从2000年开始 每三年举行一次 第一届在北京 03年在伊索比亚 然后06年回到北京 09年又到了埃及 2012回到北京 明年又要到非洲 所以他们那个互动是非常的多 那也因为大陆在非洲 不仅有一个非洲合作论坛的平台 借这个平台出来的 包括什么青年创业等等 有各项的平台 就有一点类似像APAC 我们比较熟悉的亚台金额会 就是说除了我们参与高峰会 非正式领袖高峰会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包括中小企业的各种的组 大家都在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中非合作论坛这个大平台底下 已经布局了很多不同的这种 这个组织在做事情 那另外就大陆在2006年举办中非合作论坛之前 也发表了一个中国对非洲的政策白皮书 然后过去连续两次在去年跟2010年吧 还是09年又发表过中非经贸合作的一个政策的白皮书 所以它现在就是有很多的政策的依据 那跟着这些政策的依据 在不断的在进行对非洲的帮援助也好 投资也好合作也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要看大陆在非洲的经营 就等于是当然所谓的升级版就是说 它正在做它承诺要做的事情 然后不断的在加码 因为不仅是就是传统的这个西方国家 美国法国等等对大陆当然是眼红了 可是另外也有像日本包括安倍 他这样要跟中国进行这种外交竞逐的时候 他也跑去非洲那也在那边加码 所以看起来大陆会对非洲的援助更多 那这个我相信非洲国家最近我们也知道 中国大陆被世界银行宣布是第一大世界经济体 那这个之后我相信 他们也会对大陆有所期待 只是说这样的一个 就是大陆在非洲不断的强化它的这个投资也好 或者援助也好 确实会让西方的媒体会提出一个见解 就是说你这个算不算是新的这个新殖民主义 或者新的帝国主义 是不过他已经强调是绝对不是嘛 对不对 对对他们都会去做病呼了 那只是说就是我们如果从学界西方的学界来看 他们也会认为说其实大陆在非洲做的 绝对没有像超过过去这些殖民母国所做的 只是在换取这个能源或者矿物的资源 而是确实是有达到一些成效 可是西方的媒体还有西方的政治人物 是很喜欢拿来这个做比较 我认为还是多多少少是有一种吃味的心情 就觉得说哇对没有办法跟大陆在这个地方来再做竞逐了 那他们有一点点这个落寞的感觉了 只是认为说已经没办法来拼了 那当然现在就大陆也希望就是他们在非洲不要产生太多负面的形象 特别是像李克强他们还是有提到说希望大陆的这个人民 在非洲做生意也好或等等也要顾及国家的形象 因为毕竟很多人看到的大陆是在非洲 中国人在非洲等于是不断的消价竞争 很能够吃苦让当地的企业或者这种小企业都没办法生存 这也是中国在目前在非洲这个布局遇到了一些矛盾跟这个困扰 对不对 对对因为这一些就是说当他有不断的在做援助 有很多的这种国营企业在那里投资等等 他会聘很多国内的人去帮忙做 但这些人可能是做了两年三年他这个合同到了 他就不再去约了 因为他在那边把关系也建立了 他也了解了非洲做生意的一些模式 所以他就开始自己在投资做一点点小生意 然后把他家乡的人都带来帮忙做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因为他们就是中国人比较能够吃苦 然后又能够对这个当地有些了解的时候 他的竞争力变强了 等于是把当地的这个企业弄的是很难生存 我觉得这个是大陆现在包括他们的领导人都看到的问题 他们也希望能够改善吧 这会造成以后有些问题存在吗 我觉得会有一些冲突 但是因为非洲现在的领导人 他们看到的是 我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援助 不只援助 而且这些援助是马上可以看到成效的 或者说是实际一定会达到成效的 他们当然还是愿意接受这样的援助 其实利大于弊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可能是没有办法来比较的 就是说你今天其他国家做的援助 不一定能够在这个很快的时间看到成效 那中国大陆 譬如说他今天答应帮你盖一个什么东西 那一定会盖 很快就可以盖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领导人会认为愿意跟大陆政府合作 而一般的小老百姓可能觉得他们的竞争很辛苦 是 不过老师除了经贸之外的合作 我们很好奇就是中非之间有没有其他 在战略或其他方面的合作空间呢 当然有 就是说为什么大陆也觉得他需要中国非洲 因为至少就是有几个东西 一个就是非洲在国际的组织里头 可以是他支撑他的一个力量 就是譬如说投票啊在这个定义人权的议题 有些西方国家想谴责中国大陆 那他可以动员非洲国家来说明说 这个是一个西方的这个对人权的定义是比较偏重 这种政治公民自由 但是真正我们第三世界在乎的是经济跟社会人权 所以这个方面他是他结盟的一个对象 或者是说在这种气候变迁也好 或是说是在这种经贸的议题上面 他们算是有一种开发中国家的共同合作的一个伙伴关系 那这个也是 那大陆也会希望非洲国家能够在安理会 把这个日本给挡掉 所以说他们有一些这种战略的考量 但是大部分就说除了经贸 其实大家认为是说大陆最 为了自己本身经济发展 最需要的还是这些能源 那他希望透过这个能源投资合作的关系 能够掌握非洲的能源的来源 不会让他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或冲击 我在听起来就是非洲感觉真的还蛮重要 除了市场还有其他能源之类的东西 不过事实上老师刚刚提到日本 还有这个安理会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中非洲的不只是中国大陆 日本在最近几年更是毛起进来 大打银弹攻势 就在李克强访问非洲的同时 日本外相也在非洲做访问 并且宣布了 日本将会对非援助9400亿的台币 对于中国好像有一种较劲的意味 老师你认为日本在盘算些什么呢 真的是要跟中国在非洲对决吗 他看中的非洲又是些什么 是市场还有其他的意图呢 当然有市场 我们过去看到日本人在对外做援助的时候 他可能会借此来推广他的一些产品 然后让你就是习惯装了他的这个规格的东西以后 那就不断的就是采购日本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大陆也有在做 所以这个是日本的一个援助又帮助本身本国经济的模式 这个是有 当另外就是日本也希望在非洲能够得到一些能源 因为日本也是一个没有能源的国家 他也希望能够掌握这些 但更重要就是在十年前左右他申请加入案理会 到最后是被非洲国家提出了一个提案 把他的这个机会给淡化 就没处理一下没有 那这些非洲的这个这个动员非洲的就是幕后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不欢迎日本加入案理会 但是他动员非洲国家提了一个大部分人不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 就是日本要入会可以 那非洲也要有两个 而且非洲有两个案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间还可以有轮流的 因为非洲国家太多了 所以这种那大家觉得不太可能可以接受 所以就把日本印度啊 其他这个中国不想见的国家进去 那这个案子给否决了 所以日本学会的一个功课 那我也跟日本 他们也找过去谈一下非洲 就希望更了解非洲 就是他们觉得说当时中国大陆是透过非洲把他们否决 所以他们如果真的想进联合国案理会成为常任理事国 享有否决权 可能要在非洲地方要有更多的经营 哇就是说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 对对对 所以老师您让您的观察 这十年来他的经营怎么样了 我觉得他有很多 如果我们在非洲看到有很多 他比较台湾做的多太多了 我们都是还是为了外交考量 是 他做了很多年轻人在那里的这种志工 非常的多 他的园外 园住非洲的地方 然后他们的志工在那边经营 他们就有点点像我们的那种青年志工团 几乎不仅是在大使馆有的地方 有些在没有大使馆的地方 他们也有设立 那都是在经营这个关系 当然也解决了一些年轻人刚开始从大学毕业 没有工作经验 缺乏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的这样的情况 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志工训练 然后到了非洲 那回来的时候有了工作经验 人也比较成熟 进入职场会方便很多 所以他们的经营也真的很久 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还没办法撼动 中国大陆在非洲的影响力 我认为这个是他比较难做到的 所以尽管砸了这么多钱 恐怕还是很难跟中国在非洲一叫雌雄 对确实是比较难一些 是好老师我们来看 您刚提到这个凯瑞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洲没有想到变这么炙手可热 那一下子中国一下子日本 现在美国 那同时也在这个凯瑞也在同时 也在做访问的这个当下 老师您怎么看待非洲在这个中国 美国跟日本三方进逐的状态之下 它是不是成为一个新的外交战场呢 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外交战场 可是中国大陆现在我的观察就是说 他躲在这个外交政策叫做不干涉内政原则 所以他只管经贸合作 但是你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了 那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身份 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负责任的事情 比如说像在南苏丹 那现在有种种族灭绝这种内战的情况 那凯瑞去试图斡旋嘛 那中国大陆你总不能老是捡便宜 不实际去希望做一点调停的工作 然后只想要到 只想要苏丹的这个石油 我认为再过几年 大概非洲国家可能 而且是非洲的知识分子跟人民 可能会对大陆的这样的 只看经济 只看这个赚钱 而不去看非洲的一些撤离的问题 那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或者是说算是第二大国吧 那个以整体综合国力来看 你完全不管非洲内部的一些问题 我认为非洲人民或者这个知识分子 可能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中国对非洲的这个政策 或这个策略上面 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需要做一些调整 就是他可能还是需要 有一个比较愿意做 真正关心这个地区 没有这个民主人权的问题 所以他比较尴尬 就是因为他自己不是民主国家 他的自由度也有问题 那他很难来管这个 但因为你是第一大国 如果看到这个 像他们这种种族灭绝 这种就是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状况 而你不去制止 你只希望就是能够南苏丹的石油 能够供应源源不绝 我觉得这个非洲人 大概以后都会有一些 这个知识点点会有批判的 所以当非洲如果真的 也慢慢崛起的时候 他开始就会去想说 这个援助我的国家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是关心我的 除了经贸 这种利益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些 比较人道的关怀 人员的 我们讲的时候 常常讲说 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战争的时候 会有叫做人道干预 那就是因为确实是 不能再躲在这种 所谓主权国家的内部 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然后不让外界来管 我觉得看到现在很多的地方 当你发生了很严重的内部的 族群冲突的时候 确实是国际社会有 这种善尽保护责任的这个义务 那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陆 慢慢要接受国际 关系里头一些新的变化 他不能再继续只提和平共处 原则 然后坚持不干涉内政 这个我觉得都会慢慢 要做一些这个修正吧 所以中国大陆也要学的功课了 无论如何呢 这个非洲似乎也成为了一个 炙手可热的战场 未来究竟中美日 谁能在这个战场 保持一个领先的优势 我们会持续的为您关注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 严正生老师 为我们所做的深入分析 老师谢谢 谢谢 MING PAO TORONTO